大家好 我是瑶竹 我在新西兰 今天呢是星期日 但是我们现在正在全民的封锁当中 但是我今天仍然工作了 基本上都是在线上 那么今天呢我非常的累 我现在要去超市呢 买点好东西 衣食给大家 给我自己先喂饱 我现在已经到超市了 那这个超市现在这个面包区啊 就已经全部都是用这个塑料袋包起来了 这家超市呢就是前两天有确诊的 然后已经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消毒 这样还是挺卫生的 但是我还是不敢买 我回来了 虽然今天没有出门呢 但是我涂了防晒霜是因为上午有阳光 所以在涂了防晒霜的情况之后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好好的卸妆 卸妆的深度非常的重要 然后可以让毛孔打开 让你之后的这个护肤的好的营养 能够进入到你的皮肤中中 然后我就一边卸妆呢 一边跟大家聊聊今天的情况 今天呢我们是有三个人确诊了 其中呢是有两个人是输入型的病例 那么其中一个人呢是跟这个集群有关 也就是说没有什么社区传播了 那这样看来很有可能就在星期三的样子 有可能会解蜂吧 这是我们最希望达到的 然后今天上午不是有一点点的阳光吗 我呢就在这个阳台看到了一只蜂 那这只蜂类呢就有点像是蜜蜂 但我仔细一看呢是马蜂 我现在是怎么会分这个蜜蜂和马蜂长什么样子呢 就是之前呢有一个新西兰当地的 我之前跟大家介绍过 它呢是专门做这个农业的 因为它特别特别的了解 然后它就说这种长长的是马蜂 然后小小的是蜜蜂 就是短短的粗粗的胖胖的是蜜蜂 然后稀稀的长长的是马蜂 那这个马蜂和蜜蜂别看它们长得很像 但是它们区别很大 在新西兰大家都知道蜂蜜非常的火 然后蜂蜜呢蜜蜂呢是在新西兰是属于 当然是属于蜂的大家是希望更好 有更多的蜜蜂 所以大家不是不是不杀害蜜蜂的 但是反而马蜂呢其实现在不少 马蜂呢在新西兰看来是害虫 所以在超市里面我们会看到 有一些是专门去消灭马蜂窝的 那么这个马蜂窝呢 它愿意待什么地方呢 就有的时候是这个房顶的这个脚 然后有的时候呢是在房梁的这个下面 最可恨的是呢它会在这种露台的下面 然后进行建造它的这个巢 那蜜蜂巢和马蜂巢 其实它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就是这个蜜蜂巢呢它是由这个公蜂 就是这个蜜蜂巢大家都知道蜂巢是可以吃的 而且是特别的有营养 那有机会我可以给大家拍一下 就我自己也很爱吃蜂巢 据说还有很多的功能大家都知道哈 那那个马蜂的蜂巢就不一样了 马蜂的蜂巢呢是通过公蜂它去吃一些这种 算是干了的这种植物 然后呢去类似于做一个像纸浆式的东西 和它的分泌物弄在一起 然后做一个纸浆式的这样一个巢 肯定是没有营养的 然后另外呢其实像这个马蜂 它还会吃食物 与此同时呢它还特别喜欢血类 就是比如说我们平时的猪肉 放在那里不是有一些这种血吗 那这个就比较招这个马蜂 所以呢在新西兰马蜂是害虫 我今天正好在阳台上看到这只马蜂 我也不知道这只马蜂在干什么 就拍了半天也没有明白 它是在筑巢啊 还是在找食物 我给大家看看 大家也帮我甄别一下 它到底在干什么 我在阳台看到了一只马蜂 对这个比较长的应该就是马蜂了 它一直在这个阳台的地上 抠来抠去 不知道是不是在找吃的 理论上来说它应该是直接找食物 或者已经干枯的这种植物啊 所以觉得很奇怪 而且它这个皮皮的位置好像 还一直在翘来翘去 大家可以看到吗 所以不知道这只蜂到底是在干什么 因为我没有小伙伴知道 可以帮我指点一下的 这只蜂呢 在我的阳台上 我已经待了好几个小时了 我光拍它都拍了好几次了 它也不是不会飞 大家快帮我甄别一下 到底是怎么回事 等你们消息 谢谢 谢谢